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我甚至说 经常看到背后有人 感觉是有人跟他的 我一直在走路 一直回头 就脚脚脱了 又感觉被我走去的东西 他说你感觉背后一直有东西 还有那个网上 不管灯开了还是关了 看到一个东西 就感觉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 你说话说第一句话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老母鸡 蹬在那边 一个老母鸡 一个老母鸡蹬在那边 一个黄颜色的 一个老母鸡蹬在那边 好像蹬在那边下蛋的感觉 蹬在那边 这眼睛不动 就是眼睛眼光少来少去 就是眼光少来少去 一张老母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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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蹬在那边 就蹬在那边下蛋 一动不动 没有其他动作 就一张老母鸡 一张老母鸡 下蛋的窝就放到头顶上了 放到那个 小孩子头顶上了 放到他头顶上了 放在头顶上 总感觉有东西 头上重重的感觉 头上重重的热热的 有时候他还流汗 是不是流汗呢 额头那边呢 那 上面上面有一点点 总是 我说平时 总是感觉有那汗的 额头上 偏高的位置 是老母鸡 在那个 手在那个 压在那个蛋上面 现在他就 把蛋放在头顶上了 老母鸡也在头顶上 那顶上头顶上的鸡 就平时热了嘛 散热散不出去嘛 散热散不出去的话 灶头磨的 谁像头上一个鸡 在上面住窝 不是叫做窝 不是叫做窝 就是一个老母鸡 在头顶上 那个老母鸡压住了那个蛋 他那个原来我是说过 不要动他蛋嘛 他现在就是紧紧的 肚子压在他的蛋上面 他不是腹小鸡 不是腹小鸡 只是压住蛋 不要被人家看到 不要让你们发现有蛋 但就藏在肚子下面 然后你怎么也藏不住 但怎么也藏不住 后来就藏到头顶上了 你藏到头顶上 自己眼睛就看不见了 所以现在这个老母鸡 就一直在头顶上 一直在头顶上 头顶上痒 热嘛 就主要一个是一直 像戴着后帽子 夏天也戴着后帽子 都就难受了 像那后帽子一样的 像那后帽子 那么总是 就像那个鸡就跟着 一直没离开 一直跟着 那个鸡一直跟着 所以我就说 以前我发现过这个事情 叫你们不要再吃了 后来你说还得吃 那还得吃了 这就白干了嘛 原来鸡还没跑到头顶上 现在鸡就在头顶上了 鸡在头顶上 手在蛋 这样让你眼睛看不见蛋在哪里 现在就在头顶上 现在就手在上面 手在上面 后面不能再吃了 这个 我说不能再吃了 你一般别从他说 我以后不吃 但是说完以后又吃了 说完以后又吃了 说完以后又吃了 那这个白排了 白排了 白排一下 我认识了 你从长短短的时候 有点像我们吃个鸡蛋饼 还是做鸡蛋饼 吃 那夏天的话 一个鸡 这么大一个 它鸡本身就发射的东西 本来就是发射的 鸡这么厚的毛 然后放在蛋 压在头顶上 那什么也不发射 又是羊 又是发射的 又是出汗的 你不能说 我不吃了 我不吃了 隔了几天还是吃一下 隔了几天还是吃一下 那就没用了嘛 你如果再吃的话 你不是说我少吃一点 是不能吃啊 因为我说的 任何一个人 已经被动过 外面丁上面 就不能再吃了 再吃的话 他就不走不拉 又回来了 你不吃这鸡蛋 他不回来 不来 意思又来了 现在这个老母鸡 就在头顶上 定 跑到里跟哪里就 对 对 那你现在跟你讲 那小鸡有什么关系吗 没说小鸡 有的话我告诉你的 就那个老母鸡 定在头顶上 原因就吃了蛋了 什么什么造成了鸡 这个东西 你自己吃的吗 还是说怪的鸡 你这个 这样怪的话 他就不会走的了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造了鸡 造了蛋 我已经说了好久了 我自己跟你排在 原来你说 他那个从事有感冒的症状的时候 我说那个 鸡皮会对他放屁 那时候肚子在满地 在地上 那现在跑到头顶上来了 又越来越搞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了 以后不能再吃了 我告诉你在脑袋上面了 那时候肚子 一步步 没赢 一步步加深 原来在地上 原来我跟林排的时候 鸡在地上 现在又到了头顶上了 你再吃下去 后面再吃的话 可能晒到脑袋里面了 晒到脑袋里面就麻烦了 到时候 他一步步 要你拿都拿不到 你目都摸不到的地方 现在你自己看不见 我告诉你在脑袋上面了 说不定你如果再继续搞的话 他晒到脑袋里面去就麻烦了 听懂不能再吃了 再吃下去就是那个鸡也想好了 如果再搞的话 他就往脑袋里转了 就是变老虫了 就为了吃那个蛋了 别人没有碰上的人可以吃 但自己碰上的人不能再吃了 我说了好久好久了 这个是 现在就是满脑袋就是放了那个蛋 压在那个鸡的下面 压在那边 压在那边让你看不见 但你感觉到你说 一个东西跟着跟着 就一个鸡加个蛋就跟着 一直跟着呢 既然鸡也来了 蛋也来了 实际上鸡和蛋都不能吃 不光是一个蛋 我原来是在强调的 因为拿了它的蛋 老是盯着 那么吃鸡的话也不行了 所以鸡和蛋不能再吃了 我现在我就不知道 怎么从那个鸡和再说了 说了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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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 你就不用想了 你提到这种程度 你还要脂肪的再吃 再换一个蛋呢 那你喜欢吃的 你能不能吃的 你就想吃的 就像自己的 你呀 不吃我不能吃了 可是你我觉得 你自己想要吃的 我们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的 那你这个年不养我 那为什么乱得了 你们反了我 你不要做了吗 那那个 原来在脑袋里面 你想好了 以后就帮他那个 在领解这 塞到脑袋里面去了 塞到脑袋里面去了 塞到脑袋里面去的话 那个说不到就是 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脑癌脑虫流辣变的 那你就动手做了才能拿得出来了变的 他一步步一步在进展的 原来几年前我排的时候他在地上弹 现在跑到头顶上了 头顶上再放就塞脑袋里面去了 他想法 也真奇怪 他到现在也不会做 他就是会做好几种鸡蛋的做法 弄到实际他就要做 那就是因为做了以后 才被那个鸡和蛋的那个钉上来 以后就不要做了 那没办法办法 我也不吃了 现在这个蛋还不能做给别人吃 明白吧 不是说你自己会做好做给别人吃 你就不能碰他那个 就是说他那个就会做 他也才做得做得到要吃 所以你以后你蛋就不要碰了 你自己不吃做得别人吃 等于也是冻了他的蛋 所以说谁碰了什么事 这个人就他病 还不然是病人好不好 好不了 好不了之外还会更加深 再加深以后再下去 我就没有退路了 要开脑袋了 别脑肿瘤了 下股都已经香好了 那个鸡 下股都已经香好了 下股都已经香好了 你不要问我 我看到会告诉你 我已经告诉你是鸡和蛋了 我已经很明确地告诉你是这个了 你还有什么其他好问的吗 我看到会告诉你 我看到会告诉你 一伤了你还没说完的时候 那个鸡影就在头顶上顶着了 人家鸡影在眼前 在我眼前就是一个鸡下面就 蹬在蛋上面 而不是傅小鸡啊 就藏那个蛋 把整个身体都把那个蛋都盖住 原来在地上面你们看得见 现在让他放在头顶上 怎么也看不见 那就是因为做多了一颗 你碰多了一颗被钉上来啊 就是因为这个事啊 所以做一字的呀 你做多了一颗 那鸡看见 叫你不要碰了 不要碰了 那那就没办法了 他只能坐到头顶上去了 让你找不见 那让你找不见以后 那你后来又知道了以后 让你找不见 仍然藏不住 他将来就会把脑袋里边藏 他都一步步都想好了现在 因为你那个 你几次都说好了 不懂说了不懂 还动的话 他都想了 下午都想好了 可能acyj 家众 bamboo 不只是一个鸡蛋不能吃 鸭蛋也不能吃 鸳鸭蛋也不能吃 鸭鸳蛋也不能吃 蛋内的都不能吃了 你用不然� fest 를 那个鸡蛋 你马上想到 哎呀 你这个蛋也在吃的话 迟早还会摸我这个蛋呢 你现在看到那个蛋就想到 哎呀 这简直是夺品牆 要倒背口似的 你要到了任何程度的时候 它的鸡才走了 不会再来了 它是死死会惊的 人家就说不吃 叫不吃人吃的 啊 你说过命的 过命 从来找时候不会信的 只有过命 全完结只有一个是过命的 那你什么下次从那个 说一下是 蛋不能吃了啊 说过命的 你就大人说它是不是你就信了啊 你说才 才证断出来的 说 叫你爆发气息啊 不是吃的 蛋没努力发热 你说那个医生 说经常发生 才诊断出来的 学校的人分好的一份一份 公合的 所有人都不成功 但孩子孤敏了 就是当孤敏了 让家里人说一下 自己说是不一定性 但不是要等到那些 早点去说 这样有医生准备好的说 一直到时候顾敏了 他说你就说 他可能要 他有可能会说 那你那个什么诊断书 什么之类的 你就说 你就变一个理由 或者你就说 拿了那个 张的那个小笔名字 拿到美国去捡的 所以说美国是 自己办的捡 就没有那个 专门的那是 整张就回来 是那个发泄的 是蛋的顾美元 就这样说 就要两人去说一下 应该有问题的到 因为那个 你一说的话 就原来什么证明之类的 你就叫亮亮说 同学老师说一下 是 画一个小笔这样说嘛 说寄到美国去捡的 自己捡的 捡了一个说 说 捡出来是原来在里面有顾敏源 这个顾敏源很严重的会堵住那个肾血管 就高畅 这个就问题严重 会那个顾敏源会堵掉肾血管 会因此肾脏的毛病 这样说 你说脑袋之类的老师是听不懂的 但你说那顾敏源会堵掉肾脏肾小球里面的会出问题的 你就这样说的话 老师会重视这个 你只能这样从他说了 然后以后那个菜里边有这个的话 你随便 要么就让老师 可能给的时候就不要放这个了 就是要出问题的 你就这样说 如果拿过来的有的话 就让别人夹住就行了 这就不要吃 那你就可以让人家夹嘛 你这样啊 你这样 你喜欢被谁吃 你不要夹 叫人家夹 明白吧 相当于人家拿的 不是你在送给人家的 相当于这个动作让他自己做 你夹着人家的话 记忆还是看到 你自己不是送给别人吃了 现在你夹着人家去 你让人家夹的话 就是人家在拿这个东西 就基本上不盯你了 但你拿着人家呢 你或者你事先没有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就悄悄地告诉哪个人 以后有蛋我给你 你就拿了同意关系好点的 你就事先从他说好 有蛋的时候你自己夹 不要就每次那边 就让人家说 哎呀你把那个蛋夹走 因为你一喊那个 鸡又有反应了 你事先从他说好 反正有这个事情 他那个人也记得 又有蛋他自己又夹走了 那么就这个动静就小 明白吧 鸡的灵魂盯着了 盯着了就只能这样做了 就是说鸡蛋公敏 然后你要 因为你要 你要在那去说 然后说是 寄到美国剪的时候 发现了那个 小病例发现了公敏缘 这个对肾脏有的 会堵掉肾脏血管的 他说那个 消化不了实际上 吃是可以吃 吃的消化不了 然后堵住那个 肾小球 会出问题 人家发热 然后那个 将来肾脏都坏了 不是说所有的人 当着碰巧碰上了 只能这样说了 自己就在那个美国 就是找 搞这种检验的 就是 这样才信的 不然你说中国 简单的话 一个中国没有这个技术 人家也不相信 另外要拿中国的 检验报告之类的 诊断报告又没有 你就只能这样说了 美国不就出报告了 就相对于 我们拿的 国际上 就是少多种 就是叫 云内的一个小朋友 云内是 两人说都懂的 人家有什么 你去队的时候 买这一样 这自己也这样 那那那 那我对对吧 是有这样 是有对吧 是有啊 所以我就告诉你了嘛 同你讲吧 只是说你现在还没发生 但是这个技的想法就是说 你再磨他的蛋 再冲他的蛋 就往脑袋里跑 往脑袋里跑 事情就麻烦大了 就往脑袋里跑 就变脑肿瘤了 那就麻烦大了 这就是很难搞出来的了 你即使你后面 在铁牌把那个 鸡的灵魂跑掉 但那个塞的里面 都还都把它整回来了 所以它一步步也是啊 你没有安身的去做的话 它一步步加持 一步步加持 你再想吃的话 你想到这个可发的时间 也不能再起了 对对对 你说起这个事呢 前那个三千 我临牌了一个人 人是老家是江苏 浙江台州的 现在那个上海住 他的爷爷好像昨天 还不是前天动了脑手术 他的原因就是 就是因为 那个吃那个 我想想 他爷爷吃鸡和蛋 被老鹰抓在头 抓上了 老鹰抓把头抓上了 老鹰认为是他的食物 你吃的东西就是 抢了老鹰的食物 然后抓上了 抓上了以后 因为那个送到医院的时候 他没来这节目 就送到医院去的时候 已经开始动手 做了小伙林牌了 然后就脑袋 脑手术 那个脑手术是 不像刚才那个鸡箱 把脑袋里面 把蛋抢了来的 而是脑鹰过来了 你抢了脑鹰的时候 上次也受到脑鹰嘛 那么这个后果一样了 他步步驾身的时候 是脑鹰 直接就把他脑袋抓上来了 抓的时候就抓到 临界抓的话 就抓到脑鼠这里边了 而脑出血 就前天的 手术应该前天或者昨天 就是这个 一个人的爷爷 就这个事了 就是因为你住住了以后 才给寄找他们来的呀 那就是 那个人 他在冻水中 住了四个多小时 那个人的爷爷呢 就是脑吸管 发现脑袋里面吸管毒了 然后他那边 他叫我排的时候 他们家里同时在动手中 这个就是 就是因为吃了鸡和蛋 被老鹰抓出来的 上次我临排的时候 就是我想起来的 就是你说到老鹰的事情了 像这种事情 谁碰上谁 谁都不能吃的 碰上碰上来 碰上来 麻烦就大了 那想好了吗 想过来 我现在想办法让鸡下来 光在那边讨论 你也没有什么 只是像一个球外人说一件事情 这样鸡本事不动 还在头天上 那年轻人说 那以后再也不碰鸡蛋了 那这不是说不吃鸡蛋 而是碰 碰也不能碰了 你不要管它 你以后不要拿鸡蛋 自己也不用拿了 所以我就刚才说了一个 你就事先告诉人家 你喜欢跟哪个人 你就早点告诉人家 他说以后有蛋 你自己拿 你这个自己也不要碰 然后再也不碰鸡蛋了 然后你对他给鸡蛋 你现在把蛋放在任何地方 我都不会去碰 放在任何地方 我都不去碰 你把蛋放在任何地方我都不去碰 你说这句话以后你把蛋放在任何地方我都不去碰 对那个技术 把蛋放在任何地方我都不去碰 你把蛋放在任何地方我都不去碰 把蛋放在任何地方我都不去碰 不要去碰了 以后你也不要抓那个蛋 去摸那个蛋 要么让别人去摸 然后自己也不要做 也不要做给别人吃 就是在全体上的嘛 你说其他什么都不会做 只会做鸡蛋 鸡蛋做多了 鸡就把那个蛋藏到你头顶上 然后鸡爬在头顶上 用翅膀肚子把那个蛋盖住 就让你找不到 那在藏那个蛋 现在藏在头顶上 如果你再碰它 那会把脑袋里藏 脑袋里藏的话就麻烦大了 再说 以后再也不拍你的蛋了 你对它说 这个时候我那个鸡啊 就把那个蛋搬下来了 搬到你的那个左右 右前方 45度角的地方 就是右侧 右前方 在你一天五米的地方 而且身材就在你眼前啊 因为你时时刻刻看到那个蛋 有时候你可可嘴馋 可能想到蛋的时候啊 你现在想想啊 这个蛋是很毒的 就像那对你来说是 简直是 毒超多 你碰了它 就很要命的事啊 你再诱惑你也不要碰 你眼前也不要碰 你对那个鸡啊 你现在对它说 我看到你现在 把蛋搬到地上了 但是我 再也不会碰你的蛋了 我看到你把蛋搬到地上了 但是我 留在也不会碰你的蛋了 你说再也不碰你的蛋 那个鸡蛋留在地上 鸡就走了 它自己就离开了 鸡的灵魂离开了 但蛋还留在那边 留在那边呢 你说好了 不碰了它才敢 留在你的 在你的右前方 在地上 也意味着 在你一天五米的地方就是蛋 就是蛋 就是蛋的话 你要不要碰它以后 不碰了以后 鸡的灵魂才不会回来 现在是鸡的灵魂走了 记好了以后 不能再碰了 然后 找你同学校去说 找你同学校去说 然后你呢 找一个你的好朋友 什么之类的 你就同他说 但是你也不要告诉人家 我不能吃蛋的意思 这样的话 人家觉得他不争气了 你就说 以后我不吃蛋了 然后你看到你把他自己夹 你就告诉他 对他说 就是夹的过程 你也不要碰 让人家碰 如果还在你碗里的话 如果老师拿掉 那就随他去了 就是那个 就像我小时候 从来不碰粽子的 后来我几年 零排了以后 才知道 那个雀元 附体附在我身上 告诉我 那个粽子通常没关系的 什么跳浆 什么之类的 通常没关系的 就是硬塞 塞给他的 塞给他的 所以说这个信息通常没关系 所以我从来不吃 不吃那个 不吃那个粽子 人家说 粽子香了 我闻到那个芦苇的味道 就不好闻 我就不吃了 原来就是 就是背后有 有 那个雀元的灵魂 附在我身上 就叫我告诉人家 粽子通雀元没有关系 那那那那 这样的事情了 你要搞到自己都不想碰 你硬塞也不吃 我们小时候都没有粮食的情况之下 人家给我粽子 我偷偷扔掉了 丢掉了 因为那个感觉味道不对嘛 你现在虽然你没有闻到什么 那个鸡蛋不对的话 你也想到可能这个 这个不能碰 就像我那个粽子这样子的 不能碰 反正就很不喜欢 你就不要碰它 你就不要碰它 然后你说那个 灵机家 那个一次到过敏 然后肾脏被发作作样起来 这个就是也是一个 鸡或者蛋的灵魂附体 他们以为是那个过敏 实际上是个 说到底是个灵魂附体 体现出来 医生认为是可能过敏的 实际上就是个灵魂附体 所以说这类似的 只是出现的症状不一样而已 好 那就这样啊 那个就是前两天我排的 我哥哥发给你看 他住了 手术就住了四个小时 脑袋 那个脑袋一排 原来是鸡等 吃了鸡和蛋 脑运来抓长脑袋 把它抓破了 抓破以后 就把脑袋抓回来以后 就然后又动手术了 是这么一个机能 好 那就这样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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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